欢迎大家来到密封财富盘后综述 今天是2021年4月27日 我是助理分析师Chelsea 今天的报告内容会涵盖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行情资讯 第二部分为市场扫描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到行情资讯 以下新闻均来源于F2 第一则 Mucori sees more earnings upgrades for banks Mucori analysts are penciling in more upgrades for bank sector earnings broker increasingly positive on the bad and doubtful debt provisions outlook 第二 By now Paylater's stocks dive The ASX is trading down 0.3% at 723 But by now Paylater dawlings are far and far worse than the index Afterpay shares are down 3.8% And Zip shares are down 4.3% Afterpay is now losing ground this year After starting January at $119 Zip is faring a bit better Trading almost 5% highe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year But it still will off its 13.92 peak hit in February Next one is Commodity rally fears Austrian dollars passed back to $0.80 Foreign exchange strategists agree the Austrian currency should be trading closer to $0.80 Given the strength of commodity markets As iron ore and copper prices within a whisker of their record highs Purchase Austrian dollars above $0.78 Next one is Everything rally extends as Nasdaq sets new record The Nasdaq Composite index of US shares surged to a new high on Monday in the US Dismissing the inflation-driven wobble that sent yields spiking in February And extending a powerful run across financial markets that analysts have dubbed the everything rally The rebond in the tech-heavy index returns the powerful driver of the US share market to the center of a coordinated rally across asset classes, spending stocks, government bonds, commodities, and cryptocurrencies 下一则关于DEXAS DEXAS to provide liquidity transaction costs for a fund merger DEXAS said that unit holders in the DEXAS Wholesale Property Fund and the EMP Capital Diversified Property Fund have voted in favor of a merger of the funds 下面看到澳交所200指数 SS200 今天是收于7033.80点 单日下跌0.17% 下一部分我们看到市场扫描部分 S200股票今日的表现 涨浮浅三位分别是 BIN上涨6.25% UMG上涨4.58% TAH上涨4.17% 跌幅排名前三分别是 NIC下跌12.06% MSB下跌7.84% 以及 Z1P下跌6.31% 全要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是 BIN3.61亿澳元 BHP2.36亿澳元 以及 CSL1.84亿澳元 先股部分 涨浅前三分别是 QPM上涨28.57% ZNC上涨11.32% CPH上涨10.53% 跌幅前三分别是 ALG下跌13.78% PH2下跌8.47% 以及 EXR下跌7.50% 成交金额在500万以上的一只股票 由 PLL 今天成交金额在273.19万澳元 今日表现 S200股票涨幅第一位 今天是 BIN BINGO INDUSTRIES ELIMITED 属于商业和专业服务板块 今天上到6.25% 成交金额在3.59亿澳元左右 它是一家废物管理和回收公司 看它一年的日线走势图 涨幅是比较稳健的 可以看到今天有一个非常高的成交量 配合着它今年的上涨 整体是个上涨趋势 三年周线 五年的月线 今天他们发布一则价格免刑公告 是称BINGO与MIRAMIRA 签订了一份协议实施契约 通过安排协议的方式收购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 涨幅第二位UMG 属于食品、饮料和烟草板块 今天上涨5.54% 成交金额在362.85万澳元左右 这家公司是全球第四大卖牙商 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 拥有13个卖牙加工厂 公司还建议着一个国际分销网络 为精酿啤酒商和酿酒商提供全套服务 一年日前走势图 较为平稳 在200年年底他们有一个高点 随后并没有超过此前高点 涨幅第三位URW 属于房地产板块 今天上涨4.09% 成交金额在337.10万澳元左右 URW 专注于在欧洲和美国最具活力的城市 拥有开发和管理一流的零售资产 也就是购物中心和机场等等 一年日前走势图 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在20年的11月之后 有一个大幅上涨 随后走势较为平稳 近期也属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中 整体是一个下跌趋势 ASIS 200股票跌幅部分 第一位是NIC 属于材料板块 NICO Mines Limited 今年下跌11.87% 成交金额在3134.28万澳元左右 它是收购 勘探和发展涅矿项目的公司 一年日前走势图 是一个平稳上涨的趋势 那么今日有一个大幅下跌 在今日发布了一则价格美亚性公告 是关于他们的季度活动报告的 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期间 他们的季度镍金属产量为1067.5吨 比上个季度下降了12.7% 第四季度末的现金 应收账款和库存 较12月季度下降了46.4% 这可能也是导致今日有一个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 下一位 MSB 属于制药 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 今年下跌7.1% 成交金额在1395.24万澳元左右 它是一家开发新型细胞药物的公司 一年的日线走势图如图所示 从今年年初开始这家公司的走势就较为平缓 三年周线 五年的月线 下一位 Z1P 属于多元金融板块 今年下跌5.96% 成交金额在7692.92万澳元左右 它是一家支付平台 一年的日线走势图 属于一个商量趋势 三年的周线图 五年的月线 五年的月线 可以看到家公司的高点 发生在两个月之前 成交金额排名第一位 BIN 也是今天的涨幅低 S200股票中涨幅第一位 刚刚前面介绍过 属于商业和专业服务板块 今天上了6.25% 成交金额在3.59亿 今天的这个上涨 也是由于他们签订了一份收购的合同 下一位 BHP 属于材料板块 今天上了1.13% 成交金额在1.64亿 走势非常平稳 平稳上升趋势 成交金额排名第三位 FMG 属于材料板块 今天上了0.93% 成交金额在1.28亿澳元左右 也是一个平稳的上升趋势 下面看到仙股部分 涨幅 第一位 QPN 属于材料板块 今天上了26.19% 成交金额在416.86万澳元 它是一家致力于在昆士兰州北部 开发现代化的电池金属精炼厂 一年的日线走势图 也是一个平稳上升的趋势 可以看到价公司在2月底3月左右 有一个快速的拉升 最高触碰到了0.15% 后来回调并进入一个平缓的趋势 那么今天又有一个大幅的上升 三年周线 五年的月线 这家公司是一个上涨趋势 下一家CYN属于材料板块 今日上了10% 成交金额在371.84万澳元左右 是一家在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 开南黄金和其他金属的上市公司 一年日线走势图 属于一个较为平缓上升的趋势 三年周线图 三年看起来是个下跌 五年月线 可以看到这家公司近期有一个大额的成交量的交易 近期开始活跃起来 涨幅第三位CPH 属于制药、生物物和生命科学板块 今天上了10.53% 成交金额在374.98万澳元左右 它是医用大麻的类别 利用科学和研发来开发、注册和商业化 针对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的创新治疗方法 一年日线走势图 可以看到这家公司CPH在20年年底左右开始活跃 并在20年12月左右创下新高 随后快速的回落 进入一个平缓、回调的趋势 从21年年初开始走势就比较平缓 今天上了10.53% 好,看一下它三年周线 三年看起来是个下跌趋势 五年月线 先股部分的跌幅 第一位ALG属于消费者服务板块 今天下跌13.78% 成交金额在373.49万澳元左右 它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休闲娱乐行业集团 一年日线走势图 属于一个上涨趋势 上升趋势 近期、近三天有一个大幅下跌 连续下跌 它的高点发生在上周 自疫情之后就并未能回到之前的高点 下一位EXR属于能源板块 今天下跌7.50% 成交金额在298.64万澳元左右 是一家在美国和法国运营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开弹公司 一年日线走势图 属于一个平淮上升趋势 三年周限 高点发生在两周前 五年的月限 可以看到这四个月以来都是一个上涨趋势 下一位 PH2属于能源板块 今天下跌6.78% 成交金额在163.40万澳元 它是一家专注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能源公司 拥有氢气和天然气的业务 一年日线走势图 这家公司自三月左右就开始大幅下跌 近期又开始有一些回升迹象 今日有一个下跌 三年的周限图 五年的月限 它的高点发生在上个月 先股部分的成交金额排名 今天在500万以上的有一家PLL属于材料板块 今天上升7.39% 成交金额在789.82万澳元 是一家信心的理公司 一年日线走势图 是一个上涨趋势 三年周限图 五年月限 高点发生在上个月 所有信息的信息来源 谢谢您近日的观看